今天很開心能夠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講座辦這樣子的活動 其實這個活動我們在暑假的時候就很想辦了 原本是合在我們的營隊裡面,因為剛好遇到颱風 老師還是很願意支持、很鼓勵我們 今天也是特別從台北回來 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很多的高中生 其實我們的營隊,我們的讀書會主要是 都是一些畢業的大學生或是大學畢業生 因為在外面讀書的時候發現說 外面和北部和嘉義的一些資訊 落差非常大,所以我們在外面念書的時候 就會一直很期待說自己有一個機會 能夠把外面的資訊帶回來給嘉義這樣子 那其實也發現說現場好像也有不是很多高中生 也有很多年紀更大跟我差不多的學生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對這個議題 今天的這個演講主題很有興趣的一個原因 也是在於說我們在從小到大成長的過程當中 可能對於自己為了要念的科系、念的領域 一直都是很迷惑然後很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要一直到了很大回頭 在看的時候才會去思考說 我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麼 或者是我其實可以在 用什麼樣的資訊資源之下 我可以做什麼樣的選擇 對,所以今天就是非常開心能夠 邀請到正大的黃厚明老師 那他本身也是我們嘉義高中畢業的學長 然後到了台大念的資工系 然後再轉系到社會學系這樣子 然後就變成我的學長 所以平平的談關係 對對對 好 對 那等一下的時間有兩個小時嗎 那就是說我們可能也會後面有一段時間 是留給大家做QA的時間 好 那我就不再多做介紹 讓大家掌聲歡迎黃厚明老師 其實我覺得應該不太需要麥克風 還是那種因為錄音的需要 可以啊 因為這樣也會吸引到外面的人進來 好,謝謝 我先了解一下,請問一下在座有高中的同學嗎 你也是高中的同學嗎? 也是佔了一定鼓勵 也是佔了一定鼓勵 三位,是的 那除此之外呢 是大學的同學 所以我會舉手一下 因為其實 針對高中同學要講的事情 可能跟針對大學同學要講的事情 還是會有一點不一樣 但現在因為我們是 因為大家是不一樣 就是 現在我們的聽眾的組成 是有高中的同學有大學同學 所以我要想一下 要怎麼去調整我們的公眾 但是 沒有錯 其實 就我也是一個出生於嘉義的人 我其實是很期待 也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 可以回來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 那也就像博物剛剛講的 就是說 其實到了台北以後 才會發現說 在台北有的資源或是資訊 跟在嘉義是很不一樣的 那當然這不意義的嘉義是很差的 我只是覺得就是說 我們在嘉義的確有些資訊是等不到的 尤其在 尤其我年紀比各位大很多 我念高中的時候 嘉義高中 我必須坦白講 我覺得我念高中的時候 嘉義高中是一個很變態的學校 他對學生的行處 就是給大家的方向 其實就是 我們那個時候是分嘉義丁丁 我那時候應該已經分一二三四組了 但是 因為剛轉變 大家還是習慣用嘉義丁丁來分 那嘉義高中的政策大概就是 重、餅、輕、甲、不管、尹丁 重、餅就是考醫科的最重視 然後甲組就已經比較差了 那丁根本就學校不管 那什麼叫做重、餅、輕、甲、不管 一定會接到師資的分配 就把一些 現在也說真的 不見得叫做好老師 但是就是那種比較會比學生的老師 然後是 升學上的標準 用升學標準來衡量 好像是比較好的老師 集中到丁組班去 就是念一科的班 然後 然後嘉祖班就差一點 所以我其實 在嘉中的前兩年 我念的是丁組班 然後到第三年 我也受不了那樣的師資 其實是在逼迫學生念書 那不是教育 我才跳到教育班 然後我遇到一個很好的老師 然後念我高中第三年 這樣子 所以我如果對高中的同學 我可能要跟你們講 其實嘉義高中在過去 我不曉得現在 在過去是非常封閉的 那如果你現在的嘉義高 排斥多少這個味道 你要努力的去打破這個學校給你的限制 我指的不是違反教規 而是說在知識上 資訊上給你限制 就很像還參加這樣的活動 你其實就已經在跳出這個學校給你的思想上的限制了 這樣子 那總之對我而言 其實那樣的 從我離開家中 然後到台大念書 那一直到現在這整個過程 我其實是真的很希望有機會回來跟學弟妹們分享一些我自己走過的路跟一些資訊 那但是 但是 但是 無論如何 今天 你不要期待 這一場是一個所謂的什麼成功人士 來分享他的奮鬥的印象 絕對不是這樣子 那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我 我覺得光是什麼叫成功 就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 那在過去我們的教育給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太簡單了 那 從很多方面 我意思說 即使從那些很僵化的對成功的標準來衡量我 我都不覺得我是個成功人士 那 所以 各位就是不要去期待說 今天是一個衣錦榮歸成功的問題 然後 來告訴大家我奮鬥了多少年 然後 這裡面的燃料其實不是這樣 我 我會說其實 反而是我想讓大家知道 在 在我走到我現在的位置 而且這個位置 我還是強調我不覺得叫成功 但是我滿意我的生活 這很重要 我喜歡我的生活 我喜歡我的工作 那 在這個過程中 我會犯錯 然後 我需要做修正 其實是要分享是跌跌撞撞的過程 也叫做奮鬥的過程 那 所以 我第一個其實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什麼叫成功 那 其實你如果現在來看我 坦白說 我35歲才脫離學生生活 那 這中間 除了上幼稚園之前 當然沒念書 對不對 然後中間我才有福兵義兩年 除此之外 都在當學生 然後我35歲才開始賺錢 那其實這不算成功 所以說 有些人更少就畢業了 那 有些人更年輕就可以賺錢 那在 我過窮學生的生活很長 然後 比如說 我有一個學弟小偉一歲 是台大電機器畢業 那他再念個兩年碩士 就去工作 那我在很長一段時間 我都會接收他的東西 他的電腦 他不要的電腦 他不要的咖啡機 就是我是這樣過很長一段的窮學生的生活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衡量 然後我記得那個學弟 台大電機器所 我畢業沒幾年 他就跟我說 他年薪破百萬了 那 可是我還在當窮學生 那 而且大學校的薪水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 我前幾年都還在年薪百萬 那邊緣 一會兒有一會兒沒有 那 可是我的學弟可能 算起來可能 找我 可能十幾二十年前 他就已經年薪百萬了 所以其實我 如果從這個很世俗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 我 並不算是什麼成功人事 那我們 就 就 早一點擺脫這個 比較俗氣的談話 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你想一想 洪亞書房的老闆 因為其實我在網路上 也常常在留意他 在舊房 他說 他說我們來修個玉山女色吧 有這麼多人可以在他號召下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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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酬勞的 願意 花他聖理的時間去 去幫忙修 修那個女色 然後他那個 我知道他那天地 有時候要抓羅 他可能在 在網路上說 我什麼時候來抓羅 然後 有 有可能請大家來幫忙 他可以叫得動一些人來 來幫忙抓羅 可是這些事情 我想在我身上 我是做不到了 我如果說要叫大家 第一個是我當然沒有 沒有從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坦白說 我覺得他的很多活動都非常有意義 所以因為有意義 所以很多人願意 自願地來幫忙 那當然一方面 我沒有在 平常我沒有從事這麼多有意義的活動 但是我說真的 當我 要 如果有某一件事 我要 召喚大家 說請大家 一起來做一件事情 我在猜我應該也沒他的號召力 那這我要講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 衡量一個人成功與否 其實真的有很多標準 從這個角度來講 余國慶應該比我成功 因為他可以不用錢 就可以叫得動一堆人 願意幫他忙 我做不到 甚至可能很多大老闆都做不到 他的員工 之所以在休假日會願意去參加什麼 公司的運動會 那可能只是因為沒辦法 因為我還是要吃這個投入 所以那個老闆說 禮拜天我們企業辦運動會 你還是得來 那也許甚至運動會有來 有簽到還有領加班費也不一定 我的意思說 一個大老闆 還不一定有余國慶這樣的號召力 所以當我們在想說什麼是成功 這個標準的時候 我用這幾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我 事實上在我的身上 我不見得是比較成功 你光是拿我那個學弟比我早 就可以有那樣的收入 然後以及你用余國慶來比 你會發現他可能沒有 我再猜他應該沒有我這樣的收入 可是他卻有我所沒有的這種可以號召人去一起做一件事情的這樣的能力跟魅力 那所以我其實第一個想提醒大家 其實這個世界對成功的界定 理應是要更多元 而不是我們想到的就是 就是找一個大家所謂可以賺很多錢的工作才叫做成功 然後除此之外都不算成 這是不對的 那可是我們在從小可能包含我們的老師我們的父母 其實一直提醒我們的好像就是我們要在意的就是 你是不是好好念書以後就可以找到好工作 好工作就可以賺大錢 至少一時無力 這樣的標準其實我會說是太小愛了 但是對我來講 這樣剛剛的這個討論 我其實更進一步其實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其實也在這整個學習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接收到了一種不太好的 除了那個很單一的以經濟賺錢當設定成功以外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還收到了 還無形狀常會收到一個訊息就是用比較 就很像我剛剛也在比較 但是我那個比較 我其實是要提醒你們不要做比較 我的意思說 可是其實我們太習慣還要拿別人做比較 可是如果你的價值是建立在跟別人比較上面 其實你是沒有自己的價值的 我的意思說 在剛剛那個過程裡面我雖然在做比較 可是我其實在提醒大家 那樣的比較沒有意義 其實你很難用一個單一的很簡單的說法說 到底余國慶比我成功還是我比我學弟成功還是什麼 其實我只是就某個標準你會發現我沒有比他們成功 可是你就整個人來講 事實上是很難被一個單一的標準來彈成不成功的 可是我們在剛剛的過去強調賺錢 強調事業成功的這個標準下 我們其實還一直收到的是跟別人做比較 可是我剛剛想提醒大家就是說 其實這樣的標準也就是說拿別人當比較 把自己的成功的定義定義在超越別人身上 這也是一種 就是用我剛剛的話 其實是一種變態教育的結果 那這個對我也很有影響 你知道大家都會講 好學生都是回家兵兵念書 到學校就說我沒念 我沒念 然後其實你就是要讓別人覺得 讓別人鬆懈 因為你自己都沒念 你讓別人覺得你都沒念書 別人就覺得他也可以玩 然後你其實希望藉此你可以踩在別人頭上 那其實這個都 我沒有辦法說我們可以很快擺脫 可是我也是要提醒大家 這種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跟別人比較 要超越別人或是更極端講 其實是要踩在別人頭上來建立自己的價值 這其實是不對的 你其實應該要問的是你滿不滿意你的自己 你滿不滿意你自己每天都有在進步 你滿不滿意你現在的生活 類似這樣子 那剛剛第一個我切進來是談成功 我至少可以 就是我為什麼會覺得我可以來跟各位分享 我覺得至少我做到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滿意我的生活 那其實你仔細想想 滿意生活可能比我們想像中的難度 那我先舉我一個學生 我前兩天剛好也找了一個學生來我的課堂上演講 我這個學生他大學念五年才畢業 結果大學念五年其實一樣 如果你要去比四年跟五年 你就會很在意慢很厲害 那我這個學生大學念五年 然後畢業後他身體不太好 所以可能幾乎沒幹嘛又過了一陣子 後來他身體比較好的時候 他說他參加第一個活動 就是自己跑去香港去參加一個很大的抗議行動 是香港反WTO的活動 然後參加完以後給他很大的刺激 然後其實他過程是很慘的 被警察打了 被噴什麼胡椒水啊 什麼都遇過了這樣子 他是個女生 然後一個人沒有找任何同伴自己飛去香港 然後就跟著人家上街 然後就是在那種很恐怖的氣氛 過了兩天 然後再飛回台灣 然後之後他又有一個理想 他去一個我們的邦交國叫布吉納法索 坦白講我也沒去查過那個地方 非洲的哪個地方 然後他當時的假事 他要去參加遊籍隊 這是真的 他原來的社長就要去參加遊籍隊 所以又去布吉納法索 待了一陣子 然後待了一陣子以後 之後他去英國念書 在布吉納法索待了一陣子以後 他後來又去英國念了一個碩士學位 可是他在英國念書的整個過程裡面 他說他都在參加當地的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 然後在英國畢業以後 然後事實上他回來找我要一通推薦信 希望我推薦他去申請到一筆講書 然後他也成功申請到這筆講書 去中國、北京的綠色和民主職搞環保運動 然後又做了滿久的 可能大概兩年 然後現在回台灣 在台灣的綠色公民行動年 這是他正式的工作 從事 其實他原來回來是當義工 然後後來他們需要人家 變正式的員工 坦白講在台灣做這些所謂的NGO的工作都很辛苦 然後薪水不會太高 然後更好玩的是我 我上一次 當然我最近找他回來演講 在我找我這個學生回來演講之前 我上一次看到他是在網路上看到他的照片 是在那個士林文寧院 就是士林文寧院被拆 然後同學們去支援 就是後來被警察抬走 裡面有一個照片就是我這個學生 他被抬走的照片 我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還是繼續用成功 然後那個成功指的是物質上很穩定 然後甚至要更成功 就是物質上要很不缺乏 甚至要很有錢賺大錢 我絕對相信我這個學生沒有做到這樣的目標 但是我之所以找我這個學生回來 是因為我以他為榮 可是坦白講他演講之前 我並不清楚他這麼多細節 我大體上知道他人生能力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他的細節 更重要的是他在演講的時候 跟我講 跟大家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我找他回來 而且我以他為榮是對的 他也是講這句話 他說我非常滿意 非常滿意我現在的生活 我的意思是說 你要用那些世俗的成功標準來衡量他 我不覺得他真的是可以合乎那個標準 可是他做到的一點是 我會說即使很有錢人 都不一定敢這麼說的一句話 就是我非常滿意我現在的生活 那我藉此一方面要讓大家知道 其實你要滿意你的生活 有很多可能性 就像我這個學生 他走的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然後那個過程一定很辛苦 然後像他去英國他也是帶狂的 就是說總之在過程一定很辛苦 可是他也在這個辛苦的過程 在追尋自己的過程 最後得到他要的就是他非常滿意他的生活 那我坦白講 基於我不覺得我是個成功人士 我覺得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原因 其實也只是這樣 我沒有到能夠用兩次非常滿意 但是大體上我認同我的工作 我非常認同我的工作 我不會在工作 就是一般人你可以知道 排空架的時候就覺得好快樂 就是不工作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活得像個人 工作的時候就覺得自己不像個人 那教書的工作 尤其大學老師的工作 聽起來滿輕鬆的 我一個禮拜三天有課 每天三個小時 但是坦白講很累 這是你們的忙碌 一般人不會知道 因為要準備教材 然後再來大學老師還有研究的工作 還有服務的工作 我還要跟國務上街 所以其實那樣工作是非常忙碌的 可是在這個忙碌當中 尤其在教書的過程中 我是非常認同我的工作 甚至在研究上 因為我不刻意地去迎合外面師 加給我的標準 我用我自己的節奏 跟用我自己的方式來做研究 所以我也大體上滿意 我的研究生活 然後除此之外 偶爾上街去關心那些在街頭的年輕人 用我再嘲 讓他們知道有名字 加起來其實我很滿意 那 就像我剛剛講的 其實這是我 我覺得我唯一有資格 來和各位分享的原因 老師 可能要拿麥克風的尾部那邊 比較不會有問題 所以在這一刻我其實要 當我先做 其實這是個只是個開場白 我其實反而要大家想一想 就是說有很年輕的高中同學 也有已經準備要念碩士班的 也有已經念過一個碩士的 大家不同年齡成的同學 可是你想一想 其實你大概可以猜得出 如果你不努力的尋找自己 你現在就可以知道你未來的生活 會長出 你想一想 你就是年輕的時候 就是讀書 然後應付考試 然後所有的周圍的人都要你好好讀書 好好考好試 考好這幾個關卡 聯考 然後或是各式各樣這些考試 然後考上了以後上大學 其實你的父母親的話會告訴你 等你上大學我就不管你了 就是你就自由了 但是其實 因為基於他對你的關心 他會繼續很關心你的課業好不好 尤其現在失業運動的高 父母親又會更在意 你有沒有在每一步的採聞你的腳步 那個採聞其實都是很狹隘的界定 所以你其實很長時間你都被考試壓迫 我也在壓迫 而且呢 用考試壓迫他 然後 好不容易你畢業 你有一天說我不念書 我終於沒有老師 用考試來壓迫 換你老闆壓迫 所以你就要努力工作 然後賺錢 然後 生會接著 爸爸你的爸媽又會給你下一個壓力 就是你既然已經工作賺錢了 所以 就該結婚生小孩了 然後 可是那個 跟你交往的對象 他越來也會越開始衡量 又用那個很加來標準衡量 你有沒有車子有沒有房子 而且還加了一個很高的標準 有車子有房子還不能有貸款 然後 什麼不能跟公婆住 點點點點 加一堆房子便給你 總之就是 你為了車子房子 然後你就要去背貸款 然後你要那個貸款一杯 尤其房子 貸款一杯就是二十年 然後你工作時間大概也是二三十年 所以你有二三十年輕 你都在背貸款 你的收入有一部分被拿去付貸款 而且也因為你背了貸款 坦白說你還很難換工作 我的意思說你換了工作 那一段早新工作期間 你會很煩惱 你的貸款 每個月要付的貸款 那個錢怎麼來 所以很多人甚至是在這種情形下 他不敢輕易地換工作 即使他很不滿意他的工作 好 那總之在這過程 好不容易結婚生子了 然後接著你就是要 努力賺錢養你的家 然後養你照顧你的小孩 然後到了小孩子長大 也跟你退休的時候其實是差不多 然後你已經沒有 沒有那麼強健的體力 可以到處玩了 那這中間你 你玩的時間也不會太多 如果有工作有寒暑假的 你可能還可以寒暑假出去玩一玩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其實是要累積年假 然後可以很轉戰地去做一個很小的旅行 即使是出國 那旅行都不會太長這樣子 然後總之你之後 除了這很少數你可以休息遊玩的時刻 你之後你就退休了 然後退休你其實也不太有體力在玩 然後不久你就要面對那個 體力越來越差 連追公車都追不上 然後總之每一個人的一生 就大概是這樣子 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在年輕的時候 你可以猜得出你要過這樣的一生 那你就得早一點問你自己 就說 所以當我 當我有一天快掛掉的時候 我會怎麼回答我自己 我為什麼那麼倒楣 我要來過這一招 而且為什麼我說是倒楣 因為 坦白講老的時候 面臨死亡的那時候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很麻煩 我們每一個人都逃不掉 所以這時候你更需要問你自己 我為什麼要活下來 我為什麼要過這樣的一生 我的意思是說 你更應該把握你其實有能力 去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剛剛講的那個學生 其實就是因為他 他畢業以後生了那一場病 讓他覺得他應該把握他的生活 生命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那要不然我想 我剛剛其實接著要講 就是說 其實我們可能會 會到老的時候 你其實不太知道 我為什麼要這樣過一招 因為尤其到你快到老快走的時候 你中間有 也不是中間 你最後有一大 有一段時候 其實你絕對會清楚感覺到自己的 身體的老化 然後那些一切的不方便 都跑到你身上 那你為什麼 我們為什麼那麼倒楣 結果我們為什麼要身為這樣的一個生物 一定要去歷經這樣很痛苦的過程 我要講的是 我們更需要 去為自己活下來的意義是什麼 我這一輩子 到底 在我快死掉的時候 我會覺得我這一輩子是我滿意的 是我覺得活得有意義的 即使這過程有一些受感 我還是覺得但是值得 我留下來了什麼東西 謝謝